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长篇所有美食 晚篇所有国家 民国113年6月2号星期天 欢迎大家来到酒吧新闻台 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 跟大家分享的是 市场上新的一个 赴海外旅游的产品 去哪里 去法国 去法国 这条产品它的名字很特别 叫绝恋北法圣米歇尔山 时日游 绝恋 绝是公绝的绝 绝恋北法 法国北部圣米歇尔山 时日游 是巨大旅行社的 设计的今年的一个全新的行程 我们知道去法国旅游 这非常热门 去欧洲 很多人第一次去欧洲 一定会去的地方 一定通常会选择法国 要不然就是意大利 要不然就是西班牙 事实上这个世界 世界这个旅游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 也就是这三个国家在轮流转 那但是现在去法国 这个深度旅游 越分越细 除了法国单国深度 其实法国单国深度旅游 已经在市场上的二三十年了 但是你一趟行程 要跑完全法国 不是很可能 你三十天也跑不完 所以现在呢 慢慢慢慢的就切割出来 比如说有南法的深度之旅了 比如说有去巴黎单点 定点或加上周边的这个深度之旅 那巨大旅行社 他们现在新推 今年特别新推了一个这个设计 就以北法圣米歇尔山 作为这个诉求的这个行程 这个因为我写旅游跟美食 圣米歇尔山 在很多时候我都会碰到 他其实在 他最有名的 是他就像一个岛 海水涨潮的时候 他就像一个孤悬在海中的岛屿 退潮的时候 人可以走过去 然后他周边有很多的这个地方 因为土地很肥沃 养出非常多很棒的食材 包括羊 包括当地的牛吃牛肉 然后他们那个牛油 那个盛产的牛油也是非常棒的 那现在巨大旅行社 把这个圣米歇尔山 独立出来 规划了一条北法的行程 所以我就特别跟他们的 产品部经理林亦云连线 由林经理来跟我们来介绍 巨大旅行社推出的这条 圣米歇尔山石油的油城 林经理在线上 你好 经理好 杨树大家好 巨大旅行社 巨大旅行社 其实做深度旅游 很久了 凯旋嘛 对 凯旋集团 你们有几家旅游社 顺便介绍一下 让大家知道好了 我们就是有老牌子的巨匠 还有天叉 然后巨大 还有新世界 怎么分 巨匠我知道 巨匠太老了 很老了 这个口碑已经建立了 然后典长是做什么 听起来就是要做高端的 对高端然后比较精致的产品 就吃好做好 对 吃好做好 然后也是很多 就是比较理想生定做的产品 然后来是巨匠 就是比较属于 比较大众化的产品 也不会啊 巨匠以前也是 也是深度啊 我的印象 只是 我们会巨大比较 更着重 重心也在同业部分 那新世界 听起来像电影院那个 也是根据的差不多 也差不多 好 那今年 今年整个 2024年 这个整个赴海外旅游市场 应该是已经恢复到 2019年前的水位了吧 还是还不到 比较稳定一点 比较稳定 差不多恢复到几成 现在它恢复到有到七成 才七成啊 还没到八九成哦 还没有完全 对 因为 我们最主要 刚好目前 法国刚好今年遇到的是奥运 对 一定 一定筛报 对不对 巴黎周边一定筛报 跪报筛报 对不对 对 然后法国人又特别着重 那个 尾案的问题 所以其实他们都已经 非常严格在 开始已经在执行了 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出入境 出入境的管理会很严 就会比较花时间就对了 对 连市 近市区也会 就管制越来越严重 OK 所以你们就 应该就越严重 所以那你现在规划这条行程 就是有一点要 稍微避开一下 那个地区 对不对 对 那最主要也是 因为它七八月的部分 其实是属于它真的 最大的奥运活动 都在市中心 对嘛 对对 嗯 所以嘞 对 对 外围为主 嗯 所以你们就企划这条行程 对 来介绍一下概念 也是四季都可以走的啦 哦四季吗 真的吗 冬天不会下雪吗 光天也会下雪 对只是说在有些比较海边的景点 我们可能就避开 就是改别走别的景点 这样的 哦 主轴还是去了 对这个地方 其实其实圣米歇尔山 圣米歇尔山其实是在诺曼地以南 然后接近布列塔尼的地附近 对不对 对没错 嗯 讲到布列塔尼 可能很多爱吃的人就知道 这里产非常多的这个美食食材了 那你怎么会想要去企划这条行程啊 嗯 他的概念 我自己也喜欢圣米歇尔啦 哦 因为他这部分 其实 呃 除了他的 因为摩西 摩西奔海的西英国以外 让他独立像一个 真的很像一个 很神仙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 呃 这个整条 呃 对话这一支产品主要也有重点就是 呃 硬派花家 那个反骨跟墨内 他们主要的 呃 后期很多 呃 都在这边走访 很出也是有很多的那个名著 都在这一区域这样子 你你我我听不懂 你再讲一遍 就是墨内 那个印印象画拍的那个 画家墨内 嗯 还有反骨 其实他们后期都是在 呃 就是 法国这北部这边很多的 呃 作品其实都是在这边的 出出来的灵感 啊就在这以这里为灵感创作了 对不对 最多 对 哦 OK 还有呢 这里还有什么 简单机能介绍 嗯 呃 最主要就是圣灵学的部分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行程 我们也有特别排了就是 呃 巨乳啊 乳王是一个古老的 呃 一个城市 然后也是 呃 就是 呃 市的那个 他整个是大概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的米推餐厅米推米推什么叫米推 米其林推荐餐厅哦对嘛你都从来没有人讲米推只有你你发明的字啊米推 米其林推荐餐厅好了米其林推荐餐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讲清楚你不要讲米推没有人这样讲的没有人说米推的哎哈 米其林推荐餐厅嗯还有呢 他整个餐厅的特色然后在那边享用美食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特别排了就是呃 罗亚尔河那个区域的城堡罗亚尔河是其实很多的城堡都在这一区域嗯对 我们有特别排了就是那个香坡城堡跟那个 雪荣梭城堡部分让客人去参观走进去 对有路内路内都 哦但没有在里面吃饭或是在里面这个过夜在周围附近吃饭这样 ok ok所以有古城堡之旅对不对 城堡之旅嗯 再回到市区的部分巴黎市区就是还是会进 还是会进巴黎啊 还是会进巴黎啊对一巴黎毕竟是一个买精品的 哦还是要去买 就是买光花光卫国争光 对没错 出国就是要观光 什么出国 出国是观光不是花光啊 要享受嘛 对不对 要度假 是观光啊不是花光光啊 对不对 所以你会在巴黎住吗 不会 巴黎我住 我们会市区会排住三个晚上 还是会有三晚 有三晚 其中有一晚我们就排在 就是城堡外围一点点 周围近郊的城堡饭店 我在想进去 进去巴黎 这个一定塞爆了吧 对不对 就是在交通部分会比较花时间 就是在奥运期间 所以因为你没有直接住在巴黎里面 所以要进去就会花时间 对不对 如果要直接住在里面 就跪得不得了了 跟全世界的游客来抢 对 目前夕如果碰到奥运是绝对拿不到了 拿不到了 奥运市区的饭店 是真的都被就被政府收购 因为毕竟在活动都在市区 然后被政府被政府定掉了 不是收购了 就是整个对了管制了 所以说是 OK 这么难喔 最主要是因为他毕竟是已经 这么多年奥运是第三次在法国举办 然后他们这些也非常重视 那整个开幕的活动其实 都在奥运市都在巴黎市区 其实他们是用那个就是利用的那个赛纳河游船 整个那个路上都用赛纳游船 那个游船下去立场选手也是搭船进去的 好有创意喔 那你会不会你的行程会不会安排 台湾客去体验赛纳河 搭赛纳河的船进去看奥运 没有太贵了 这个没办法 因为他船只也是有政府管制 这区域 这区间都政府有管制 所以要拿也拿不到了 拿票也拿不到 没错 好吧 真的听起来听起来是非常热闹 但是不用担心了 还是有三个三三个晚上去巴黎 就去感受一下这个巴黎奥运的热闹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我们就就看图来来来介绍这个所谓的巨大铃舍设计的 尊爵北北法圣米歇尔山石油 到底去哪些的热点 还有这个行程的卖点跟亮点有哪些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继续回到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巨大旅行社产品部的经理 林亦云 林经理 我们今天聊的是巨大设计的一条新的路线 叫做北法 圣米歇尔山石油 圣米歇尔山其实非常伟大 它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厉害的地方了 是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它就像一个海上的海上的福岛 然后呢 藏潮的时候呢 藏潮的时候你要坐船 然后就就坐过桥 但是退潮的时候你走路可以过去啊 那这座 这个圣米歇尔山啊 上面啊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教堂修道院 我记得里面 里面还有这个老的这个烘蛋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做饼干的啊 好像也在里面 然后周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热点啊 那这个山对很多法国游客来讲也是个圣山啊 不是世界游客 法国人也喜欢去朝圣啊 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就来 跟着地图啊 来来来跟着这个 请林经理跟我们来解说 这个行程怎么走 来我们飞机是从怎么飞 我们最主要 我们是那个搭配了长龙航空 海北直飞巴黎的部分 那它飞行的时间大概飞 去程大概飞15个小时20分 然后我们抵达巴黎机场 直接就是往北边 那个北边网 就直接直接搭车过去 然后来到这个老城区 对直接就我们就往北拉 往那个鲁瓦拉 哦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对对对对对 直接往北拉 那鲁瓦我们就会去参观他的古老的那个 古老的教堂 然后会在那老城区让客人逛 然后会安排一个 米其林推荐餐厅 百年推荐餐厅 你说你你说这个地方就是在鲁瓦是吧 对这是鲁瓦教堂 非常有名的鲁瓦教堂 鲁瓦教堂 对 哦这是鲁瓦的教堂 从那从巴黎到鲁瓦车程要多久啊 大概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还好 沿线沿线有没有什么可观之处 沿线 两个半小时中间 这主要我们是直接到鲁瓦 直接就到鲁瓦 那个做托 这样子 哦 那这个也是鲁瓦的市区了 对这是鲁瓦市区 刚好在老教堂走路才5分钟 这是呃就是我刚刚提的米其林推荐餐厅 百年推荐餐厅 这个木造的餐厅 呃这整个是 呃木造的建筑物 然后内部实在是木造的建筑物 哦 对很有特色的一个餐厅 然后里面其实就很多的 名人的肖像 你看你看你看 给大家看一下 这这图片 对 就这个餐厅 很有很有古香古味的一个餐厅 它它它是一个 fine dining 因为它的 我看它的规格啊 我跟顺便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了 什么叫fine dining餐厅 这个硬体的规格 一定会有桌布 然后呢桌上一定会有 会有新鲜的桌花 听好 新鲜的桌花 然后呢 一定就是把这个这个杯子 水杯或酒杯啊 table setting都say好 然后呢 桌布跟桌子之间呢 通常会有个软垫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防止 防止餐具出太多的声音 然后通常fine dining 一定的fine dining餐厅呢 他们的椅子啊 一定是有扶手的 这种椅子叫做arm chair arm就是手臂 这叫arm chair 所以一定会有 这样子的这个设计 然后一定有地毯 为什么 餐具掉下去以后 不会叮叮叮叮叮的乱想 吵人家 所以这个是基本的 当然还有很多的规格啊 那有空再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看一个餐厅 古老的啊 是不是fine dining 当然现在有很多新派 不一定是这样 但你要去一个古老的城市里面 fine dining餐厅 它的规格通常是这样 来 请林经理继续讲 来 这个就是他们这个餐厅里面的一些规格 对不对 这部分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 他在门口 他会放两小桌子 然后里面有明信片 小桌子上面明信片 是可以攻克了那种取用的 我吓我一跳 我想说放两张小桌子 是要收钱还是 收门 撕门票收钱 对 那都是很多名人在这边 有用过餐 然后有名人的肖像 钱跟他的签名这样子 什么样的名人吗 你稍微讲几个来 乒乓一下 像他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餐厅有特色 就是有个电影 每位关系女主角 就在这里拍摄 在这边用法国料理 那他最主要也是在这边 是他的请容餐厅这样子 好 那我们安排游客是进去就吃饭了 是不是 对 在这边用餐 大概我们用餐的话 大概两个小时吧 是几道菜的套餐呢 三道士的 三道士哦 哎呦 对三道士 那不是那那吃面包再加个煮菜 喝咖啡完咯 没有啦 当然要 当然要 当然要逼你讲 沙拉 沙拉 然后呢 煮食的部分 我们是以牛肉为主 后来就是甜点过分 有冰淇淋或是蛋糕这样子 感受一下 西式香道士的餐食是这样 这样还要吃两小时哦 因为我们米其他 我以为那个牛排很大 就是服务体验他的服务的品质 所以呢 他们基本上吃西餐的部分会比较慢 然后让你享受那环境 跟他们的服务部分 好 所以这个餐厅吃完了都几点 这个我们吃的是晚餐是吧 呃我们吃的是午餐 午餐哦 OK 午餐吃完后我们就是呃吃完饭后会去 就是在那个卤丸治老街部分 然后会去就是刚刚讲的呃 圣女贞德教堂这边 哦 让客人会照然后入内参观 哦 圣女贞德的教堂哦 哇 对对对 呃有有什么特色啊 呃这部分 因为圣女贞德部分呃这等等我看一下 呃 因为最主要呢 对对名副名画有画了大概三十多幅画在这里 哦 OK 所以我们参观这个教堂 对 嗯 接下来 对然后来的部分我们就往再往西边走 往西 呃来到了对艾特尔卡 艾特尔卡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那艾特尔卡这边呢 就是就是从这里从这里这样子一路走 对不对 沿路往呃西边走 OK 北的西边西北边走 OK好那这里会来到一个叫什么样的地方呢 艾特尔卡 艾特尔卡这边呢最主要其实他的海边是非常呃非常有名的就是他的那个海石柱们那有海石柱们最有名其实就是他因为侵蚀的部分 海风侵蚀的部分然后让他自然沿沉变成一个橡笔海岸啊印象派的呃画那个大师呢那个莫内其实在这一区他有有很多的著作在这里 不是不是不是那你说在这个橡笔海岸他也有画画对对他有画画一个橡笔海岸的那个名著也在这里有吗有啊有啊有有有有 啊来来来来你都不你都你都你都你说一直低头看资料都不看我的图子拿在手上我手好酸哦嘿 有没有啦哈哈你看对橡笔海岸哦来啦你又没有看到我的图啦 有啦我看到了然后啊其实在我们在台湾不是在基隆那边之前有个橡笔海岸吗啊因为那个青石然后已经断裂哦对这全世界不知道有几个橡笔海岸哦可是这一个是蛮壮观蛮大的嗯 好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会待多久呢会停留 因为要步行进去他是靠着海边大概我们会在这边停留一个小时 ok好嗯这个这个过来大概也快傍晚了哦对不对 呃也差不多了哦 傍晚的时间啊对如果是到秋天的秋末的时候就可以拍到那个 呃帮我们一个紧的那个往下ok好这个地方结束以后我们会往哪里呃我们再往一个就是欧福乐这边走那欧福乐其实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呃港湾的部分 港湾呃港湾呃港湾呃对对对对哦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港湾哦哦哦是他刚好在洛曼地的一个小港小小港城镇那里是看什么呢就到一个港湾去看什么看渔港还是商港还是还是 哦还是一个渔港部分 对嗯嗯然后这边的话因为他的他的其实呃在那个墨内部分他其实也在这区域他整个其实在后期他有都是在海那个北方这区域的海边然后他就化很多的民族这边是其中一个地方没没没没没没没当初这样去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参加哪家旅行社的团哈对不对每一每个地方都画一点画一点啊啊 是不是 绿色绿色是蛮美的 是吗 对 也是老陈 然后他特色就是 他的建筑物都是 蓝灰色的石板屋 蓝灰色 蓝灰有点对 蓝灰色的石板 石板的房子 是他的感官的 整个建筑物的特色 蓝灰色这就很特别 我印象中没有这种房子 蓝灰色 OK 石板 我没有住在这里吗 住在 我们大概团体的话 会住在康城的地方 康城 这一路拉好远 一天要跑多少公里 也很好远 是他在住进的城镇 OK 我们会住在康城 或是康城这一区域 OK 康城 康城 那你到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或晚上了 是吧 就是到那边 直接吃吃晚饭 就入住这样子 那晚饭在哪里吃了 是在饭店吃 晚饭会在康城这边吃 OK 那当天当晚吃什么 因为我们中午已经吃了米其林了 米其林推荐 晚上怎么办 我们这部分的话 我们吃的也是当地西式三道市的餐 特色的餐 这样子 是以猪肉为主 主食是以猪肉为主 所以你看 你都想好了 所以这个行程 你们自己设定的参加对象 会比较是年轻人 对不对 应该是说比较 中年级跟年轻人的部分 OK 因为你一开始第一天就全是西餐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 我们进广告 这已经快要接近圣米其尔山了 我们在到达圣米其尔山之前的一晚 是下榻在康城 那第二天就准备要去圣米其尔山了 我们再进一段光 待会来 继续跟巨大旅行社的产品部经理 林亦云 他应该是欧洲县的经理 聊他们设计的绝炼北法圣米其尔山 十日游 带领游客去这个传说中的圣米其尔山 因为这个山是真的是个圣山 这个 因为它就像一个海中漂浮的岛 那因为随着海水涨潮退潮 会有不同的画面出现 然后呢 情境也不一样 所以很多不是不是世界各国的游客 很多法国人呢 也喜欢去那个地方朝圣 那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古迹 教堂修道院 世界遗产 然后很棒的美食等等 那我们这个从巴黎要进去以后 就一路往北上 然后往西走 前一晚来到圣米其尔之 之前的前一晚呢 我们是下榻在康城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 传说中的圣米其尔山 我们从康城起来 早上几点出发 我们早上大概八点半出发 八点半出发 然后就往圣米其尔山了 对就往圣米其尔山 大概已经大概十一点多 十点多的部分 那圣米其尔山这边呢 我们其实它现在 它最主要是那个摩西奔海部分 那它这个车道的部分 跟人行道的部分 其实它是有潮汐的问题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都会注意到这一块部分 为什么有什么 等一下等一下 你说什么潮汐的问题 那它都已经是个桥了 还有潮汐问题 能一说脏潮水还是会过来的 脏潮的时候 它就会整个道路是 都是无法通行的 这个就是海水 它就是圣米其尔 就是一个独立的 不是不是 不是 这很妙 它既然盖了 盖了桥盖了车道 还是会被水淹掉 因为它还是有潮汐问题 它是为了保护生态的部分 对那它为什么不盖高一点 对不对 这就是它圣米其尔的特色 对 好吧 它其实都是有 就是比较天然的自然保护区域 这样子 所以没有 这个潮汐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这个时间的问题吗 因为我们华人是看农历 这个藏潮退潮 看跟月亮的关系 他们这个藏潮退潮 你怎么去把握 它几点 它那个都有公道 有公道潮汐的部分 所以这团队的部分我们都会注意 所以你们是用车子带过去 还是放游客走过去 因为它这部分是 它会把大巴士停在外围 然后有接驳巴士到那里 还要接驳过去 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比较能控制管制的部分 然后品质 旅游品质也会比较好 但是游客不是走过去了 我们团体是接驳车过去 我觉得走过去会不会拍可以拍的东西比较多 围来的部分如果客人有时间 其实是可以步行过来 可以看到沿路的自然景观 来给大家看一下退潮就是这个样 对不对 对退潮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从这走过去有多远 那个距离是多长 大概应该20分要 20分钟 对 那我们从这边到 山下上去到修道院在山顶 大概走路大概30分钟 还要走上去修道院对不对 对对对对 去参观修道院 来来解说一下这个修道院到底有多伟大 他的历史是怎么样 修道院 因为那个圣女薛尔 这边是就是天主教最知名的朝圣地 那最主要在191862年的时候 就被列为是在法国已经是变为 列为历史古迹的部分 然后在1979年 其实已经是被列为文化遗产的部分 所以他这个也是 天主教朝圣地也是 现在目前世界西方最重要的朝圣地 正确的部分 对 那其实在岛上里面大概目前大概 统计大概有30多人而已 居民部分岛上的人 岛上只有30多位居民啊 对对对对 这么少哦 对啊 这个岛有多大 没有很大 对对 今天他走路走到山上才30分钟 对 来我刚说请介绍一下这个修道院 这个修道院的部分呢 最主要修道院这个有 最主要他这个部分呢 他有很多的 他最主要是刚好在英吉利海海峡这边 然后呢 修道院的部分 他目前也是变列为八大奇景之一 对 世界八大奇景 对是八大奇景之一 世界八大奇景是讲圣米歇尔山了 不是讲修道院的 对 嗯 对 那这个修道院里面有什么不知道 就这样 嗯 来这个 这个是哪里 这个是那个 颅雅河的城堡部分 哦 这已经离开圣米歇尔山了 我们在圣米歇尔山 是圣米歇尔山的 但是我们在圣米歇尔山 我们是停留多久 还会去参观哪里 就除了刚刚讲的修道院 我们在那边大概停留 大概三个小时 三小时 所以不只是看修道院 还会去别的地方 对不对 修道院出来后 我们在圣米歇尔那边的老城区 也会在那边用餐 然后在那边浪客的地方 嗯 哦 那里有个老城区 对 哎 那我就好奇了 那他整个岛只有32个人 那他那个餐厅 到底有几个人在服务啊 可是我们是在外面的老城区部分 就是 就离开圣米歇尔外面的老城区 就过海又过回来了 对 又过海这边 就是80多人在外围 哦 不是在 不是在圣米歇尔山里面 不是在岛里面用餐 岛里面有没有餐厅啊 也有餐厅 可是 呃 不多 那座位其实也不多 在团体部分 那我们还是会安排在老城区里面让他多餐厅 可能在里面很贵哦 在岛里面吃很贵 那也不好预约 然后最主要是因为座位其实比较少 不够哦 团体部分会会比较不好操作 是哦 所以我们就出来 参观完整个圣米 再把他回去用餐 哦 就出来了啊 就到外围的这个餐厅 又是法国菜 对 法国菜 又又是法国菜 好今天吃什么 今天 今天咱们吃什么 我们我们中午吃的就是 以他的蛋菜为主 然后海鲜 主食是海鲜为主 对 哦吃海鲜蛋菜 muscle啊 这个 应该是蛋卷 在当地会吃到他当地的前餐 会以蛋卷餐为主 然后再来就是主食以海鲜为主 蛋卷啊 在圣米薛尔的蛋卷 是蛮有名的 对餐厅还蛮多的 嗯 哦我知道啊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应该叫轰蛋啊 对我们来说是轰蛋 然后他们称为蛋卷 其实那个是轰蛋啊 有一个这个圣米薛尔最有名的 就是一个老妈妈了 然后他的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logo啊 他的logo现在也发展出一些副品牌 副食品就是饼干啊 那很多人去啊 因为因为 他的故事是这样 因为因为有些人朝圣啊 这个走了很疲惫啊 然后又碰到了下雨啊 那就听到了这个这个这个在轰蛋的声音去敲门才看到 哦原来一个老太太在这边轰蛋 那这个是是是是是这个圣米薛尔山上最有名的这个蛋卷 轰蛋就是这样而来的 所以现在你到外围去吃 餐厅前前面 是给你吃轰蛋 那中间就吃这个海鲜 海鲜以蛋菜为主了啊 这等于是布列塔尼蛋菜 应该是这样讲 好然后 OK这是中餐 接下来我们就往哪里走 我们往就是往雷恩的部分 雷恩 嗯 对雷恩 雷恩也就是法国人其实最 评为最宜居住的城市 是哦 对对对 然后呢 他这个城市也是法国人最喜欢的 其实他在法国杂志 其实雷恩已经有 大概有五百多年的 那个移属 他也是布列塔尼公国的时候 是列为首都的国家 的城市这样子 雷恩 OK OK 那我们法上也是住在雷恩 那雷恩其实他 他也是一个 非常 这座城市的大学也是非常 他叫什么名字 那个大学叫什么名字 雷恩大学 啊就叫雷恩大学 OK 那晚餐吃什么了 晚餐在哪里 就住在这儿 住的住的 我们住在雷恩 所以住的 我们吃的是 打地的那个美食 也是三道市 因为我们外围的部分 大家都是想用安排的 都是法式的餐厅 法式的三道市餐厅 那一样是有前菜是 前菜是那个沙拉 然后那个主食的部分 我们是安排的是鸡肉 今天是吃鸡肉 今天晚餐是鸡肉 哦 ok ok 你不会吃不饱吧 啊会不会 客人就怕客人会觉得三道 怎么会我们在台湾都不是啊 台湾最少最少都六道 好不好 可是其实是吃的饱了 大家都没问题 就一直吃面包就对了 大家在鸡肉中却不会让客人吃饱 啊 你说 不会让客人吃饱 一直吃面包就对了啦 是吧 一直吃面包涂奶油 一直吃面包涂奶油就对了 也没有啦 那虚实的部分基本配备 当然面包吗 好 那在雷恩雷恩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吗 就看看大学会不会去看啊会 呃大学部分我们当那其实已经是 已经是傍晚用完餐鞋十天 哦 就所以没有是没有安排雷恩的市区观光 第二天也没有 嗯 对 雷恩是没有安排的啊 哦 那最主要就是雷恩部分我们是去了 只会去参观一个就是 傍晚的时候到的时候会去参观他的那个 会议厅大厦是他特色的的外观而已 嗯 哦 会议厅 OK City Hall吧 会议厅 对 不是 什么叫会议厅啊 我去看人家会议厅干什么 会议大厦 会议厅 对对对 国际会议厅大厦 OK 好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进一段广告去完雷恩之后 我们第二天要去哪里 嗯 来继续跟巨大旅行社产品部经理啊 林义云聊他们设计的绝恋北发圣米歇尔山石油啊 那这个行程就是以这个传说中的传说中的圣山啊 这个山其实是很漂亮的 它其实是一个海上的岛屿 像一个漂浮的岛屿了 那他们设计了这个行程 围绕在 从巴黎带大 往那个地方走啊 然后去去朝圣以后就回头来到雷恩 好出了雷恩以后我们去哪里 我们来到了那个雷恩往那个南边啦 来到了罗罗那个来到了那个雪龙缩宝对来这里 哦就一路了 雪龙缩宝这边 这一天啊车会就比较远一点 大概也要三四个小时的车程 天哪那怎么办呢 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办 我最讨厌这样子又又不能上厕所 那你领队导游又不会 那客人是那个下去走 就是中间有休息站 会让客人去上厕所啊 那你又你又不会唱歌跳舞的 那我这上面就闷了 你领队会啊 真的啊 你因为在这中间 当然会讲一些他的那个 两个罗 那个那个 你罗亚尔河的那个城堡的一些故事这样 哦 那最主要我们拉得到了雪龙缩宝的部分 雪龙缩宝其实也属于就是女人城堡 那因为这中间雪龙缩宝在建立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一些 就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呢 有那个飞立贝的部分呢 他有就是设计这个城堡部分 那有就是有一个自Kelny呢 他就是最主要有监督这一个城堡的建设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 呃在191513年的时候呢 那雪龙缩宝建立的时候 其实 丁尼尔跟那个 就是亨利二世的情妇跟他的老婆 其实都有监工这个城堡的部分 所以呢 为什么他属生女人城堡 就是就是这个 都是有非常影响力的 呃这些女人来监督这些城堡的建设 那他的古迹的部分 呃是有已经有十六世纪了 对 不是有十六世纪 是十六世纪建的 十六世纪建对不起 有十六世纪不是这个太伟大了吧 对那我们是有安排进去里面 领论会这个在里面讲解 哦来看一下图吧 这个是哪里 这是那个雪龙缩宝部分 这就雪龙缩宝 就是一个城堡 哦 又叫女人堡 女人城堡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都是一些 一些贵族皇室的女生监工 对对对对 然后最主要里面也有很放很多的 大师的名画在里面 哦 OK 对对对 这个是同一个地方吗 这张图这张图就很模糊了 这个的部分是另外一个城堡的部分 啊 他叫什么堡 另外一个就是香坡堡 香坡堡 其实对对对 在其实在香坡 雪龙缩宝后 我们会去一个恩布瓦兹的城堡 嗯 然后会让客人看一下外观 然后再来 呃 香坡堡的部分 哦 就是离开了雪龙缩宝 往北走 对 来到了香坡城堡 就这是一个地方 哦 对 OK 就 自己的香坡堡 另外一个 那个城堡部分 OK 那这也俗称 男人的城堡 对 男人的城堡 对 这也是呃 罗里阿尔河 这里面城堡之王最大的城堡之一 对 哦 腹地大 对对对 他最主要它也是欧洲最大工地的那个园林的城堡 嗯 好像他花了138年来盖 哦 对对对 其实就相当于有75个紫金层 75个 75个什么 紫金层 其实他腹地非常大 是哦 这么大 70 像看不看不出来有75个紫金层呢 就就这样而已啊 对对对 嗯 因为他的其实他的最主要他破地 呃 外周围不是不是只有这个城堡而已 他周围还有一些园林 哦 不是只有这个建筑啊 涵盖那些园林 涵盖那些园林 哎 这个是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你那个是那个 真的 这个就不是香坡城堡了 哦 这另外一个地方 他不是香坡城堡 嗯 对 那不是香坡城堡 应该是沙特尔教堂 沙特尔那个大教堂 就是我们离开了香坡城堡以后 往北走 对 我们会在杜尔住一个晚上后 再往沙特尔那个住 那个往沙特尔走 对 往北走 往巴黎方向往北走后 会在沙特尔住一个晚上 那我们在沙特尔会安排住一个晚上 然后在那边会在一个 百年的 伴一顿米提林推荐百年 放电里面用餐 那那个沙特尔是一个老城区 是一个非常特色的老城区 然后他刚好在四月的时候 每年大概四月到 隔年的营诺会 晚上会安排那个风光秀 那我们会在老城区里面 客人就可以步行到沙特尔大教堂那边去派杯往下 那就是这个地方了 教堂是不是这里 这个叫说那个奥违小镇的部分 又一个地方 奥违小镇再往北走 再往北走 奥违的北边部分往北走到奥违小镇后有那个 就是属于奥违小镇的小镇里面的教堂 那我们会去参观就是那个凡谷的故居 那凡谷最后的最后在世的两个月 就是都是在凡谷这边 对 凡谷人生中最后七十天居住的小镇 对他在这边也在这边灵感化了 大概八十几份作品 然后最主要他也是那时候 后期也是身体不好在这边 那个修养 对 嗯 这个咧 这个是什么地方 好漂亮 这是后期的那个那个 反骨画的教堂 啊 好漂亮 好漂亮啊 就是颜色啦 对 他反骨部分 他就是 但后期他的画颜色 都着重在黄色部分 其实他在南方的部分 雅尔那边的画 也大概以这色系为主 这到底是照片还是画画 这是画画 真的假的啊 画的跟照片一样 他是画画真的很逼真 啊 哇哦 真的好 好厉害哦 对对对 嗯 这个 这个就不会是画画了呗 这是真实 哈哈 这是照片呗 啊 OK 这是哪里 这是就是那个教堂那边 嗯 啊 真的很漂亮 哦 这就是漂亮漂亮 这到处都是都是美景啊哈 接下来我们就要从奥围小镇 开始往回到巴黎了对不对 对回到巴黎市区的部分 那我们就一定跑呃一定会排到的呃 就是柔福工的部分会安排客人去 可是你们还是有安排塞纳河游船啊 呃 现在很有船 可是在这个区间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避开一段时间 就奥运期间 哦 这个就不排了 这段时间不排 就会避开 哦 进不去 还是会排的 因为进不去就对了 对对对对 哦 然后这个就这个就不用讲了 这个最有名了 对不对 是柔福工 对 柔福工就是我们会安排 就是导人会中文导人 带客人去讲解 进去景里面讲解 所以 所以后三天 最后三个晚上呆在巴黎就对了 对都在巴黎做那个市区里面 哦 所以 去逛这个最有名的一些巴黎 最有名的一些名胜风景 然后去 像艾菲尔铁塔 凯旋门 然后谢谢人 搭到精品街 然后有安排客人进老佛爷 就是 老佛爷 对客人到巴黎必进去 老佛爷的部分 买精品 哦真的啊 对一定要买就对了是吧 不去也不行 老佛爷摆货 顶楼有一个观景台可以走出来看啊 对不对 可以 然后那边可以看到整个整个那个市区的视野 对对对对对这个可是我们我们在巴黎我们住在住的饭店会是在哪里啊应该不是应该不是里面外围啊 那么我们这个行程安排的是住在巴黄的刚好黄城边哦在黄城边那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会安排在那个就是离近郊巴黎近郊的呃就是城堡饭店 诶所以你住你在巴黄会分两个饭店哦呃会分两个那因为最后一晚其实巴黎的那个城堡饭店离市区离机场其实也近离市区也刚好 哦就是这个 哦就是这个饭店对哦就是这个饭店 对对这也是巴黎最古老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的饭店嗯 哦主要是考虑到去搭机方便所以最后一晚往外围拉一下嗯 也让客人体验住城堡饭店OK好整个行程下来所以整个行程下来算下来应该是十天七晚吧 有三晚在有三晚在巴黎有四个晚上分别住在雷恩然后康城康城有住吗对不对 对康城有住住康城雷恩然后住杜尔然后沙特杜尔沙特OK所以是这个四个晚上在外围然后然后三晚在巴黎这样十天七个晚上就就完了对不对对对对OK好所以你拉 其实拉圣米歇尔也没住在圣米歇尔只是去一天对一日游对一日游的部分在圣米歇尔嗯整个市场上 那现在有多少人操作带游客去这个地方你们有没有做分析比较 呃大概有其实各家都有都呃大部分都是大间的都有排像 呃 可乐啊雄狮啊嗯或是那个嘉莉莉啊嘉莉莉啊嘉莉莉其实在巴黎也是排了非常多经典 对那大家在比的是什么其实比的就是住宿部分跟呃跟牌的呃跟那个三十的部分OK大家在比就是比住宿跟材质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那你们就是相对的认为你们比较有信心了对不对嗯对我们会把一些比较特色就像刚刚讲的呃沙特是他的呃四月以后他会安排那个灯光秀 主席在灯光秀是非常这个要门这个要门票对不对呃那不用门票可是你一定要提早订在老神区里面住宿才有办法哦才看得到 因为他的灯光秀到零呃到十二凌晨十二点 那那我住外围跑过去看就太远了是吧 啊路途很远那方便对哦所以在比就是比操作了哈 啊对对对比顺畅度和这个吃住的安排啊吃住的安排好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跟巨大旅游社的这个产品部经理林云啊连线由他来介绍他们家设计的绝恋北发顺米歇尔山十日游 那大家可以比较看看啊巨大旅游社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自己讲在时速还有景点还有这些活动的安排上面是不是真的是他们的强项大家可以比较像像刚刚林经理也讲了没有关系不怕比较大家走法即便路线走法一样 但安排操作模式不一样啊也可以欢迎比较我们今天谢谢林经理跟我们连线下次希望有机会啊来介绍你们其他的产品好不好拜拜嗯好再见谢谢拜拜 拜拜